嗨 各位朋友大好 我是可测风吟江小白江老师 今天呢 跟随家父江老先生 清朝国师 江泳玄公 九世玄孙 来到这里游商往水 爬上涉水 跟各位朋友们分享美景啊 现在以前呢 隐隐约也能看到那个地方 那个美景啊 江老先生就在那里抗测好吧 在那前院那里抗测 我们等一下要过去啊 这里是很漂亮的一个当鸡 一个当鸡 上面一个头 下面这里就是一个那个 一个当鸡 非常漂亮 这个前面的眼前那个美景啊 很很标准啊 位置很正 我们来去看一看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可测风吟江小白江老师 今天跟随家父江老先生 清朝国师 清天坚博士 江任全宫九世玄孙 来到这里 爬山游水 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好风景啊 现在江小白老师所在的呢 是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 一个商皇水聚的 很漂亮的小山村啊 很漂亮的小山村 那眼前前面的那个就是 家父江老先生 清朝国师江任全宫九世玄孙 好 我们两父子呢 一路爬山涉水啊 应东家的邀请 一路爬山涉水来到这里 爬那个高山啊 崇山峻岭 来到这里 哇 这是山点上很大的一个陵园 好 上面还有还有还有狗叫 这是高山之殿 好 高山之殿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双口旅啊 哇 这个整个麦啊 整个天马穴 天马蜂 马蜆 一个土形体 土腹藏经 非常漂亮 非常宏伟啊 非常宏伟啊 啊 整个堂局很漂亮 净沙啊 净沙环抱的很好 看这个长翼沙 这个虾虚蟹影非常漂亮啊 很明显的 整个外局 外局 整个外局 外面那个盆地啊 整个大盆地 整个明堂非常远 非常漂亮 啊 站在这里面哦 非常的舒服啊 人走到这里 残分聚气啊 残分聚气 很漂亮 啊 它这整个外面的堂局啊 是非常宽广的 非常大的啊 整个外面的堂局 当然 这树主要是长得太茂密了 太高了 当然这样好 白老师尽量的用那个无人机 用无人机 跟各位朋友们分享 好吧 现在是2021年的 呃 7月22号 农历是6月13 的早上 早上9点多 将近10点的样子 啊 太阳在这个方位 所以说总体来讲 这是一个 是一个做 东南朝西北的一个格局 啊 做东南朝西北的格局 嗯 就这样 来 江南朝西 站高来 跟各位朋友们分享 啊 站高来 哎呀 好 百无禁忌啊 这里很坡度很高 很滑啊 各位朋友们 小心 哎 好 我们来到这个 血腥顶啊 正后方 这么看 哇 这是个好地 非常的好的 好地 很漂亮啊 好 各位朋友们 我去找无人机 好吧 用无人机来跟大家分享 江老师正在找那个水口味 好吧 找那个水口味 好了 行 暂时先到这里 咱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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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zej 它的证捏